好这个前就是这个试用条件这边 我就因为前面的那个独立样本已经讲过 我们我们就只要就是因为重点就是那三条 独立且随机常态性跟变异数投资性 所以我们就是很快的看一下 因为球形假设也是跟跟这个变异数投资性有关 那独立且相关就是还是一样 就是用这个用用这个autocorrelation的这个简历 跟独立样本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常态性也是用这个 Shapiro-Week跟QQPlus去看 唯一比较要解释的是这个 Residual Plus 你没有注意到它这个它并不像那个独立样本的排的那么整齐哦 因为它这就是我为什么它应该用三维空间看的原因 它其实是一个 你们应该都能想象 但是现在假设就是前面就是我们那个 我这边假设我这个手中有一颗球 它如果说打个光看这个球到桌面的投影是不是一个圆 对不对 那但是实际上这个因为这个是多个拮据的状况 它的那个主平均跟这个残差的分布 其实是应该是要符合一个球形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前面有它的电子书有提到所谓的球形校正 那这个球形假设或球形校正就是属于是高等统计的范围 所以我这边就只点到为止 这只是说明那个 就是跟你们说明那个像这个重复量数的状况 它的变异数同质性是要用那个立体的角度去看 从三维的角度去看 然后ANOVA变异数 那个重复量数的变异数分析模组 它有提供一个叫做Makasi简定 它就是做那个球形假设的判断 然后在电子书的有一段 在这里 在这边 球形检验员 它这边有提到 那个就是这个Mark Winnie 这是做那个 就是Marchini的这个 这个简定呢 它会给出这样的一个表 然后它里面有这两个值 就是帮助我们判断 要不要做 就是说相对应的这个校正 就是ANOVA的那个校正 那ANOVA中的这个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说明 就是说当这个值大于点75 就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校正 这是我用TRAGP翻的 我要再边修一下 应该是 应该是叫做说 做这个 做这个的校正 那如果小于点75 就应该用做这样的校正 我通常大部分的情况下都都是如果有符合的话 就是有符合这个球形假设的话 那我们是都不会都不需要去做这种校正后期 OK 好 今天讲刚好那个讲 刚好讲完上课时间 OK 好那我想今天你们 今天的这个作业 你们可以就是 等就是 到明天晚上好了 明天晚上再上乘 这个课后作业 你们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消货 好因为今天的资讯量比较 比较大 好不过应该是比之前的 之前的基础统计 交的 我是希望可以交 有交的比较扎实 而且以之前基础统计 是不是只有交独立样本 最多是只有到独立样本 还没有到相依 到这个重复量数 那这里因为有电子书的范围 我刚好要cover 那唯一有一个我没讲的是五亩数 因为五亩数重复量数 因为在这里 它的资料 目前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那个找到 支援这个等级资料的重复量数 变异数分析的回归式 要怎么样做 所以我这里就跳过不说 好不过这边 我觉得介绍到这边 已经是可以帮助同学 在你要去应付的实验设计 如果是单单因子的 不管是独立样本 还是重复量数 你都有可以去对应 它的那个分析的工具 OK 好那我今天这边 我就先那个 先那个录影结束 也刚刚好那个到下课